5月16日,流传件,左回答记者提问,当日,四传航空举行媒体见面会,通报14日引起谢故障被降成都的3U8633,重庆至拉萨航班相关情况。 新华社发为发现问题,两名受伤机组成员,仍在接受治疗,事件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 据新华社电昨日,四传航空举行媒体见面会,通报14日因机械故障被降成都的3U8633,重庆到拉萨航班相关情况。 机长刘传件表示,自己飞过上百次该航线,对当时出现故障的飞机状况较有把握,做出决定非常果断。 此外,目前,川航已对所有同型号飞机的封挡玻璃进行排查。 未发现问题,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组一通报称,空中险情发生后,机组第一时间通过飞机应达机应急装置7700向空管部门宣布紧急状态。 成都空管部门在接到紧急情况后,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,迅速指挥空中其他飞机避让,并为该机提供专用航道,优先安排该机降落。 该航班供运输旅客119名,70-40分左右,航班安全被降至成都后,部分旅客改迁至成都到拉萨航班。 于当日下午飞抵拉萨,27名感觉不适的旅客纠诊后,未见明显已长。 目前已全部结束观察离开医院,另有两名几组成员受伤,仍在接受治疗。 15日中国民航局发布消息称,根据目前掌握的调查信息,脱落的右侧封挡玻璃为该机缘装件。 自2011年7月26日新机投入运营至事发前,未有任何故障记录,也未进行过任何更换维修工作。 目前,事件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,蒋树机长,巡航过程中看到封挡玻璃呈网状破裂。 3U8633航班,于14日6027分从重庆起飞,在成都区域巡航阶段,驾驶舱右座前封挡玻璃破裂脱落,机组实施紧急下降。 刘传健表示,巡航过程中,他看到驾驶舱右座前封挡玻璃呈网状破裂,机组立即向空管部门报告,飞机出现故障,准备返航。 报告后不到一秒钟,听到砰的一声巨响,转头看到副驾驶半个身子飞出窗外,随之飞机开始下落,速度增加。 流传健说,流传健说,风挡玻璃破裂脱落后,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氧和寒冷。 当时机舱外的温度约为零下40度,时速约为800公里,飞机必须尽快下降到最低高度,但是下落得快,速度就会增加,冲击力就会更大。 面对这种两难,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,选择适当的速度下降到安全高度。 流传健说,回顾空军北川航航班被降,保驾护航战机紧急避让,空管协同保障,空军和敏航密切协同,为川航航班安全被降保驾护航,上演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天地接力。 5月14日,四川航空公司3U8633航班因机械故障被降成都双流机场,这一过程中,西部战区空军作战指挥控制中心,在第一时间发,现险情,提供了高效安全的空管保障,指控中心战勤人员。 16日,接受记者采访,回顾了惊险一幕,发现异常空行,立即启动处置程序,78分发现偏航,70分发现了机械故障代码告警。 西部战区空军作战指挥控制中心值班参谋关键客说,他们发现异常空行,立即启动处置程序,值班参谋李东波向记者出示了航管系统,关于3U8633的完整飞行记录。 3U8633航班发出机械故障代码告警后,飞行高度从9400米急速下降,空军雷达谋旅随即接到指控中心指令,增开雷达,严密跟踪监视航班实时动态,经测密报航班高度等信息,把双流机场北部空域释放出来7012分,雷达显示飞机左转,下降高度至海拔7200米。 我们一直严密关注着飞行航机,飞机急速下降时,大家的心都提到丧字眼了。 关键客说,7015分,指控中心街道通报,3U8633封挡玻璃脱落,需紧急备降成都双流机场,指控中心航空管制值班员新新,成了备降过程的空中交警。 一方面,要把双流机场北部空域释放出来,按照3U8633被降的最便捷航计,动态调控相关区域活动,保证其他航班无条件让道。 欣欣说,另一方面,要保证机场跑道上,没有影响被降的其他活动,十多架战机终止起飞程序。 而此时,附近的空军某机场,十多架战机正蓄势待飞,按照原计划,他们将于7015分升空训练,接到命令后,十多架战机终止起飞程序,在地面待命,7017分,空域释放完毕,7020分。 欣欣再次接到民航西南空管局的消息,与3U8633取得了间歇性联系,此时,双流机场已做好被降准备,7042分,支控中心接到好消息,3U8633成功被降,这次为了穿航航班安全被降,30多分钟内为故障飞机,提供了高效安全的空管保障,提供了最好的空中通道, 确保飞机在最短时间成功着陆,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部航空管制处处长李正军说,据新华